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莫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一课咱们讲了 用函数和函数声明数组的一种方法 和PNP5.4的一个新特性声明数的方法 和其他新特性的一些音乐 对不对 那数组的声明咱们算完事了 对不对 但是呢 有的时候它会经常用到 删除数组中的一个元素 在内存中释放 记不记得咱前边删除变量 咱们通常用过的是哪个函数啊 比如 $A等于10 对不对 然后这会判断 如果用A字赛的判断这个变量存在 对吧 我们就可以 干嘛 输出 存 存在 否则 怎么的 输出 不存在 不存在 对吧 那现在这个变量肯定是怎么的 肯定是存在的 嗯 老高斯 里边 泰斯 点 D 是不是存在的 嗯 如果我现在想的怎么的 不存在 我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un side 是不是 执行到这就将内存中变量释放掉了 我们就现在变量再看一下 怎么的 就不存在了 对吧 或者是我把变量干嘛 附上空空 那这个变量和un side的作用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结果 是不是也是不存在的 对吧 那数组元素也可以这样清除 怎么 怎么清除呢 比如说 我声明一个数组 $会R等于 用综合号也好 或者是咱们R 完全都可以啊 对吧 声明 1 2 3 4 是不是这样吧 然后我们怎么办呢 1 2 3 4 咱们看一下 这是四个值 对不对 对 我现在判断这里边的第二个元素 写二就是第三个元素 下边送0二值的 对不对 对 存不存在呢 对 那次提醒我 这写错了 AR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存在的 对 那我 现在用 UN side $会R 删除其中的一个谁啊 对 2 下标的 我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对不对 或者是我把它怎么办 对 $会R 2 记得 别忘了 你不能直接R 不能空 那整个数组都空了 对不对 来 我们看一下结果 嗯 是不是也是不存在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删除一个数据元素 对吧 但是删除数据元素的时候 我们如果不能定判断 比如说不让空或者删除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 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会什么样的 0123 万兔 你看 对 是不是直没有了 对吧 这是富人空这样 如果我这话用Unside $ar 中号2 看一下 2都没有了 所以在数组里边空 和Inside还不太一样 对不对 那如果是附上空的话 那是直为空的 对不对 而用Inside是整个变量都没了 但是大家还要看一特点 虽然整个变量没了 但是谁还在 那是谁呢 对 下标的顺序并没有重新 所以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删除之后 下标 那个所以 要记住 没有重新 所以 如果你想删除变量之后 想数度还是按顺序的 所以 怎么办 你必须得用 这个函数 怎么的 可以用这个函数 重新反变值 比如说 在这话 删除之后 WR 等于 用这个函数 我将AR 重新锁一下值 那我们再看一下 你看就可以了 你看 是不是0 一二 对不对 得重新 让这个下标 重新锁一下 对吧 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删除一个数组元素 记住了 第十个问题就是 删除数组中的一个元素使用的是UNSI 记得别不容空内容对不对 不容空位置还在 对吧 这个但是下标 不会 不会 重新 所以 对吧 需要使用 ARATE 这是咱们后边会介绍的函数 这个函数 怎么的 重新 对 重新 所以 好吧 那咱们讲到这么多数组声明 都是一位数组的 对不对 我这个给你保存一下 2点 PIRD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游戏 不能说游戏 做一个实例 猴子选大王 什么叫猴子选大王呢 来 你画一个图 假如说 围坐一圈的小猴子 这些都是小猴子 一圈 在这儿讨论谁是大王的问题 对不对 那不知道谁是大王了 就开始抓丘了 知道抓丘什么意思吗 抓丘 抓丘 对吧 那抓丘是什么呢 随便指的一个位置 就是 猴子数量 假如说是M个 对不对 随便指定 从任意一个位置开始 随便指定一个 N N就是第几个 所以M是猴子的数量 N是随便指定第几个 指定第几个的话 那就随便从一个位置开始查 比如说假如从这个位置查 假如M这块 这一圈 假如是30个 对不对 30只猴子 N比如说指定的是3 对 那就随便查 查到是3的倍数 就怎么办 就把那猴子踢出去 最后剩的一只猴子 就是大王 比如说从这开始查 对不对 然后123这是猴子 踢出去 再查123踢出去 然后123踢出去 123踢出去 这的话再123踢出去 对吧 123踢出去 看到了 再123踢出去 然后再怎么查呢 剩下的猴子 是不是还继续继续顿身材 再123踢出去 再123踢出去 对吧 再123踢出去 然后123踢出去 我干嘛画这么多猴子 再123踢出去 对不对 然后再123踢出去 再123踢出去 再123踢出去 然后再123踢出去 再123踢出去 对不对 再123踢出去 每次都说三次 那最后剩一只的时候 就是大王 对吧 咱们的三个一只好 对啊 剩最后一只的时候 就是大王嘛 所以咱们现在就做这个程序 对吧 那你用到数据 咱们上去学到的东西 好 首先呢 咱们先做一个函数 Faction 对不对 选大王 那用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选大 大王 然后一共有M之猴子 对不对 N就是随便指的一个数 对吧 可以从头数 从哪走都行 对不对 然后我们调的时候呢 就随便写一个Faction 比如说 有个选大 不是这块调一下 叫选大王 里边传一个M的 比如说30个猴子 里边是三 当然这数字你可以随意指定 对不对 这还是的功能就是 不管多少只红子 随便指几个数 他就能把最弄大王选出来 就这样的一个函数 我们先模拟一下 最后输出的一桌大王 看到了 我们先模拟一个什么 比如说猴子 我们先升为一个30 还没有几个升为几个数 可以吧 我先建一个空数 R等于空 可以吧 或者我这样 是不是空也可以啊 空速度 然后我做一个 A等于随便的一个变量 等于A吧 对吧 然后我这里边干嘛呢 看一下 循环多少次呢 $5等于0 $5小于$M 对不对 $++ 然后这里边$V等于什么 $R综号是不是 字笼长 然后等于A++ 还记着字幕串的加加是什么吗 是不是ABC得得记啊 这我就知道 字母是几 就是哪只猴子吗 对不对 现在我这块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这个 现在是这些猴子有没有 我先看一下 好吧 来我们运行一下 你看 ABCDEFG一直到AB 你看这里边存的值 是不是都是代表猴子的名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就是妹子 对不对 或者这个是妹子 对吧 就是一个猴子的名字 记得吗 那最后咱们把大王选出来 知道数祖是什么关系了吧 那我们现在开始选大王 他是不是不断在转圈 循环的不断的转圈循环 对不对 所以循环有可能是最后选择大王位置 对不对 所以是一个紫循环 就是类似于死循环 只有这个速度里边剩一个的时候 剩太精致 对对吧 那我们首先那个循环 我们就看到什么了 用一个 看一下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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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能获取数祖的个数 如果数祖个数 大于1的时候 我们就让它怎么办 一直循环 直到这个数祖怎么办 不大于1 对吧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怎么办 是不是开始 假如从0开始数的话 怎么办呢 循环 这块 对 只有留一个的时候才可以 那我们这句话就返回 $R这个速度 是不是里边就剩一个了 这就是大王 那我这块既然返回这速度 那我这会用谁看呢 说你讲R 对吧 用这看 看里边剩哪个字母 剩哪个字母就是大王 对吧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周园循环是一个死循环 那这里边是怎么的 跟N取余的 是不是就得把它删掉啊 嗯 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吧 所以我们这话 怎么办 如果 谁啊 这看该怎么去写上吧 看一下这个图 随便从第一个学 一二三 是不是提掉 对不对 每三个是不是提掉一个 每N个 每三个提掉一个 对不对 那我们这话 怎么去提掉啊 那如果这个循环 是不是一直在循环呢 那那循环之后 我们用不用累积一个数啊 就是$I等于0 可不可以啊 里边循环一次 就要一个什么 $I加加 可不可以啊 对不对 等于1吧 等于几多行 从哪开始数 这是起点 开数的起点 对吧 那我们怎么办呢 等这话 如果$I跟谁取一啊 跟$I你只能各种取一 等于0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干嘛 是把那个猴子踢出去 怎么贴 UNSIDE $R 中号 $I 是不是就把那猴子 给踢掉了 对不对 那猴子踢掉了 他不是大王 他不是大王 这个猴子还得干嘛呀 这是不是就每个三个循环 是不是删除一个 删除一个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循环是不是数字就到头了 顶多循环30个 是不是循环一圈啊 这个循环是不是踢掉一圈啊 那踢出一个的话 这个数字下边长度 循环30次 怎么呢 这个I怎么的 他不是里加的 到30个 他就怎么的 踢不掉了 对不对 那把踢出去的猴子 这块 比如说 从这开始数 123 是不是这猴踢出去啊 这猴踢出去之时候 会放到哪了 会放到这个后边 对吧 我们再数 123 是不是踢出去了 踢出去会放在什么 后边 是踢出去的放在后边 还是 没踢出去的放在后边 踢出去就不要了 对不对 而你数过的 123 而这个1 是不是还得放在这个后边 2放在后边 踢出去的不要 这个是不是就得放到这个后边 对不对 因为下次再一圈 是派对数到他呢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话干嘛呀 这话 如果取0的是删掉的 对不对 再否则这块 我们还需要做1 什么事呢 我们得摆一摆 得把这个 先要把这个 dolp r 综块的吗 这样 等于 dolp r 综块 干嘛 是不是我要把这个 没踢出来 对 如果没踢出来 好的 是不是继续往这个速度里加 加到后边 但是加到后边 这个一直加不减 是不是这速度永远是增加的 不会减少的 因为三次才删一个 但是增加了两个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呢 在圆 查过去的 就在这次速度能踢掉 所以再用油温赛 扫 这样的话就是 n 假如当整个是3 对吧 这样到每个三个的 是不是删掉 但是不到三个的 比如说第一个 是不是加到原数的后边了 第二加到后边 对不对 但是加到后边也是数过的 是不是也把这次 每一圈的 就这一次 每一圈的 比如说从这开始数 对不对 数过去的 他不是3 放到这个拿出去 但是放到数组的对位 对不对 数第二 你拿数 放到对位 对不对 数了3 是不是踢出去 对不对 再数一个放到对位 再数一个放到对位 数到3的踢出去 对不对 对吧 每次是不是数过的 就往对位加 而数到的踢出去 这样的数组的长度 就是每个三个 是不是就会少一个 是这样的吧 那数组长度 是不是永远 肯定会小到1的时候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程序 最终那个大王 最终肯定只能胜几个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终胜几个是哪个呢 是大王 对 这凑巧了是第一个 那比如说我这话 现在我每个5个 选一个大王 对吧 看一下是哪个 怎么还谁 有可能巧 7个 看一下 有问题吗 三十个猴子 有时是四十个猴子 这是没问题的 来我这块 循环一次 我这边打一下 这个 待会 输出一下 右温赛的 上来就是I是第一只 第一只 N是 假如是三的话 看一下 N如果是三的话 不等零 不等零的话 这里边先把I等1的 A等1放进去了 对不对 放进去了 然后再把它删掉 这没有问题的 对吧 这速度没有了 然后I加加 是不是得继续执行一下 然后I等约 再换一个数吧 程序是没问题的 看一下 打一个接过 一直是A8 3 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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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变得越来越短 算法上是原定性的 读过去的 读过去的 不给这个数度 然后这个数度 我们再删除它 这是没问题的 I等1 I随便的是一个 永远数不到第5个了 I从0开始 是吧 每个三个的话 我们再试一下 115下表示Z 对不对 我们现在再试一下 第7个 我们再剩下 对对了 这样就可以了 刚才出现什么问题 我从1开始了 从1开始什么 那下标是0的这个 永远它没被删掉 对吧 永远跳过它 没数它 对吧 所以咱们得从这个开始 这样随机指定一个 就是可以了 比如说现在有80只猴子在一起 对不对 每一数到7 一个被踢掉 那就是BY这种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一个综合的一个应用 将前面数组的声明和一些简单应用 尽量咱们窜在一起 当然数的应用在后边 咱们还会有很多 对不对 比如说咱们说过了 再写一个项目的时候 百分之多少 30 百分之30左右都是在玩数组 那咱们现在只学完了数组声明 和里边元素的山主 对不对 后边还有数组的便利和数组的处理 对吧 那是咱们 下节课以后咱们要讨论的话题 那其中也包括多位数组的声明 好 那这节课咱们就先见到这话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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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